鱼子金剑寿司的做法 这款鱼子寿司是闺女的最爱 鱼子的味道我是有点不大喜欢的 但是闺女去爱的不得了 最近小家伙很能吃每天下午都说饿 所以寿司是我的首选 既能让小家伙不饿也能让夏天吃起来很凉爽 当然了 它也是我晚餐的最佳选择 确切的说我不吃晚饭 每天下午四点多会吃最后一顿饭 寿司就是我的最佳选择料 寿司的白饭部分 它才是寿司减肥的奥秘所在 日式寿司是将熟的米饭放入冰箱里 在2到4度的条件下保存一段时间之后 其中的淀粉就会变得特别不利于人体吸收 淀粉在60到80度下 在水溶液中溶涨 分裂 形成均匀糊状液 发生糊化作用 形成糊化淀粉 糊化淀粉亦被霉消化 进而被人体所吸收 将糊化后的淀粉放置在2到4度时会变成不透 明甚至产生沉淀现象 即为淀粉老化 吃掉老化的淀粉后 热量的吸收会极大的降低 给人的胃部以舒适的保实感 但其中的蛋白质在经过这些过程后几乎没有损 是 其中的维生素族群也仍然会被吸收 也就是说像寿司这样的经过一段时间冷放置的白饭是很 少释放热量的 但所需要的营养却并没有减少 双饮号 隔夜米饭一碗 鱼子适量 海苔一张 白醋100公克 白糖50公克 盐2公克 一准备好隔夜的米饭 二个色鱼子 海苔备用 三白醋 糖 盐用来制作寿司醋 四放寿司醋原料放入锅中温度不要超过35度 糖与盐融化即可 五把寿司醋放入米饭中搅拌均匀比例是一碗饭 二勺寿司醋 然后把饭团捏成需要的形状 六根据饭团的大小减海苔 七把鱼子放入饭团内 八用刀把黄瓜切片当配饰 小窍门备注 一寿司醋的制作比例是白醋100公克 白糖50公克 盐2公克 配置好以后加热温度不要超过35度 糖与盐融化即可 二米饭与寿司醋的比例是一碗饭 二勺寿司醋 酥 食材 食材 受饭